所以任何借助共享的文化来作为国主的定义 其实也是另外一张大网 塞进非常多 否则我常常讲这件事 也许有人记得 朝鲜半岛的人跟台湾人过了一模一样的生活 跟中国一模一样 所以全部都包进去 但是习近平大概从来没有说过 要把朝鲜半岛的人全部变中国人 否则那个比西藏人 比维吾尔族更容易教育 更容易教育成习近平要的中国人 说不定 只是那件事情大概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中国国主的范围到底到哪里 这件事一旦追究的话会非常有趣的状况 可能会出现出现一堆想不到的题目 好 朝鲜半岛不放进去吗 越南北边不放进去吗 对不 超多的 缅甸泰国北边不放进去吗 然后结果 又哪要说的这件事 朝鲜半岛没放进去 结果把维吾尔族放进去了 结果把内蒙古放进去 结果把西藏放进去 白痴吗 就是那件事 把不应该包的包进来 把应该包的放掉 又哪要说的欧洲 但是欧洲就是这种情形 该包的包不进来 没包到的 该包的包不进来 想被包的包不到 想进来的进不来 不想进来的进来了 所以不想进来变成问题吗 那想进来也是一种问题 有没有 想进来进不来是一种问题 进来了但是又不想进来 那一种也有问题吗 所以同时 所以Yona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看你的网往哪里丢了 另外就是 无厘头的认为这件事 用时间处理不就好了 不用用那么大力气 去进行再教育吧 但是你看都逃不过去 逃不过去 所以任何想借助 共享的文化 就是分享的那一边 那来作为国主的定义 其实也是另外一张大王 会带来太过丰富的内容 这样包的话 你的愚获量太大 不想包进来的也包到了 人类历史充满了文化的差异 未来也将是如此 承认这件事啦 人类文化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才有闽南话这个词 你一想就知道了 所以连明北都不说闽南话了 湖州话跟闽南话不通 湖州跟厦门不通 是不是 怪的要命吧 以前还被骂南满绝舌 浙江福建广东南满绝舌 歧视性发言 南满 北敌东移西戎 全部是动物 只有中间 那是中间是哪里啦 中原是哪里 什么是中原 中原的范围在哪里 又是大问题吗 是不是 所以文化界限 有时候鲜明有时候模糊 你看都承认这一类的事 有什么厉害的点也在这里 文化界限有时候鲜明有时候模糊 再来要吃粽子的超模糊的吧 所有的反中人士也吃粽子吧 台湾还有分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厉害了 你看 这个就是进化吗 就单单粽子都已经不是台湾的东西了 但是台湾还分成南部粽北部粽了 你喜欢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还有潮州粽 各种 所以说文化界限有时候鲜明有时候模糊 模式有时候直接有时候简单 有时候却越有扭曲越复杂 从我们再三强调的理由来看 文化差异的丰富性并没有也不可能会跟政治单元的界限重合 也不会与那由法式同意跟意志的民主事实所划定的国界重合 知道这件事吧 文化要跟政治重合 难道报 所以我就常常讲的民的界 就文化的界跟国的界 就是政治的界 这个要重合就是比登天还难 虽然当然登天已经是有可能的 难啊 为了这种这么难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死人 比如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就这么一件事 俄罗斯认为乌东是俄罗斯 乌克兰人认为乌东是乌克兰 就要死人 死谁呢 农业世界不可能如此简单划一 这强调了一件事了吧 所以说国术主义不是农业时代的事情了 下面一句就有了 工业世界的趋向则会越来越朝此接近 或至少趋于简单化 我们现在世界被iPhone统一了 懂吗 iPhone是最大国 没有比iPhone更大的那一国了 现在手机拿出来就知道了 随便市占率都将近50% 一半了 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最大国 那这是什么国呢 有iPhone国这一国吗 大家都用了iPhone的硬体跟软体 不在文化上趋于一致吗 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办法决定任何事情 不是吗 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具有特殊的原因才导致如此 这边讲的高文化 翻译是高级文化把它改一改 不是高级 不是高级跟低级的问题 是高文化跟低文化 高文化是具有读写能力的那一批人 所发展出来的文化 比如金剧 昆曲 有剧本的文字 即使演的人未必失智 但是既有借由听或者是附送 但是彻底的有剧本 所以三国演义当然是高文化 水浒传描写的世界是低文化 但是不好意思写出水浒传的是高文化 传送水浒传的是高文化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两边互相混淆的 高文化由读写能力与教育所奠基的标准化 沟通系统的普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全部进入高文化 你也可以应用 你也可以应用高文化跟低文化的理论 就是Yona的理论来说明你的中国人跟中国的人 中国的人是低文化的中国人 高文化是 中国人是高文化的中国人 低文化是 我在讲什么 低文化就是你所说的中国的人 也可以这样 不过因为你的概念不清楚 所以硬要去拿过来套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我们说Yona就好了 高文化是由读写能力跟教育所奠基 就是特别是现在的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台湾的话是9年到12年 现在高中到底算不算义务教育我不太知道 但是台湾的大学发展到今天也有点像义务教育 当然你不来念大学可以 也就是你想念大学全部可以念大学 有点义务化了 到高中计职学校好像都不用交钱了 如果把要交钱跟不用交钱当成义务化的 一个标准的话 确实台湾在高中左右全部都义务化 所以说重要的是在这里 高文化由读写能力跟教育所奠基的标准化 交通系统的普及是全世界快速的同步化 不是只有一国之内 是全世界快速的同步化 让任何曾经在我们当代预设的人看来 国主性似乎是可以根据共享文化来定义的 现在的人们只能存活在 根据共享文化所定义出来的单元里面 内部流动性高且顺畅 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当今的情形底下不可再信 相反的你看 好像你看到现在还在强调多元化 但是Gelna的断定是多元化 是以前的事情 国主主义或者是国的出现 反而或者是全球化 反而造成的不是多元化 而是一字化 所以当然你看 毛主席的时候就不做这件事 习近平的时候做这件事 手段也有了 钱也有了 毛主席的时候做不到 想要让你念书变成中国人也做不到 到了今天才做得到 但是小学的入学域是多少 当然就先达成那一件事情再往外扩比较快一点 先让中国的人变成中国人 所以我们比较快一点 不过只要稍微有一丝历史意义或社会学的基本认识的话 应该就可以把这种使人一直以为如此的幻想给解除 文化多元的社会在过去印象都是运作得很好 就现代化是钱 所以才有闽南闽北这种事 现在闽南闽北就被消灭了 听不懂吗 闽南化这种化 台湾也才会 比如说南边北边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生活 样态都不一样 现在全部被摧毁了吗 南边北边一样了 闽南闽北大概一样了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还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人 借用一下你的理论 差不多这个意思吗 还存在着自己是闽南 然后到了闽北就不通 的那一类人是中国的人 那随随便便只要念过书的 一定穿越了闽南闽北 甚至到北京上海去了 行不行 有的还可以还可以跑到东京纽约呢 不然后再回去的行不行 一致了嘛 拿了名牌包都一样了好不好 看着棒球都差不多 看着篮球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那件事啦 那所以事实上 甚至好到连原本没有文化多元性的地方 有时也会创造出文化多元性来 这来讲道的道者的事情 就本来没有文化多元结果出现了文化多元 为什么被入侵了被一个更强大的具有一致性的力量入侵了 比如说iPhone 比如说好莱坞电影 对吧 对本来一致的地方那是多元性 就是入侵了嘛 不会讲英语但是也知道这个是英语哦 差不多这个意思嘛 加始为了如此强有力的理由 把这两个最明显有希望朝向国族性的定义的路径都阻断了 那还会有其他什么路可以走 他说不得不啦 不得不拿出这两支宝剑来用 那如果你连这两支宝剑都放弃了 那你还有什么剑可以用 非常厉害的主张 所以这个非常巨大 但是却很可靠的吊诡就在这边 国主只能以国主主义时代的词汇来定义 找不到更其他的了啦 而不是你们可能预期的反向的方式 所以他是用非常不确定 其实这个跟台湾时的发展的路径真的非常像 台湾是用过渡的 不是欧洲型的 就像我刚刚一直强调的 我们先拿到了democracy 然后才去想说台湾是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 欧洲人是先留学内战 分分合合 先拿到了自己的同质的同胞性的国家 才从那里 因为我们都一样 没有任何人在任何人的上面 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人的下面 不过本来男人在女人上面 男人有投票权 女人没有投票权 台湾更厉害跟你讲 一开始第一次投票 女性一样投票权 只分年纪 只歧视20岁以下的人 跟少数的被限定没有办法投票的人 比如近资产者 也就没有行为能力的人 用年纪来分的话 你自动会到20岁 只要没死的话 不管是18岁还是20岁 你自动到20岁 你就可以有投票权 什么都不管 有没有纳税没关系 有没有读书没关系 对不对 是男是女没关系 对不对 只要有国籍 就可以投 标准只有一个20岁 成为候选人 当然有的是23岁 还有其他 不过当候选人 还有其他先是要交钱保证金 你投票一块钱都不收 只要你去投票所就好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件事 这并不是说国主主义年代 就只是这个或那个国主的意识觉醒 与政治的自我宣示的总和 相反的 当一般社会条件有助于标准化 所以标准化这是keyword 标准化 就同胞 所谓的同胞就是 不用说明我们一样 如果没有一样 怎么有办法完成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这件事 如果你还在分中国人 或中国的人的时候 就麻烦了 你要给中国的人投票权吗 你看不起他 你怎么给他投票权 是不是 你要给维吾尔族投票权吗 要不 所以说中国没有办法实行民主 其实根本的原因在这里 互相瞧不起 或有5%或者是几%的人 看不起其他90%的人 既然那5%的人 看不起其他90%的人 democracy没有办法成立的 但是我时候有在想 到底对维吾尔族或西藏人 蒙古人 甚至一部分的朝鲜人 进行的在教育 那个是要把它交成 中国的人还是中国人 这个是留给你的问题 这个当然你的理论的破绽 怎么一回事 好啦不再讲中国人 跟中国的人的问题 越讲自己越想就破绽越多 不适合使用 特别是不适合在上课的时候使用 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刺激 想了这件事 想了一段时间 原来上课才有办法处理 想没有用 自己还真的以为 哎呀中国 对呀 真的有中国人跟中国的人 一上 参照了严吾尔族之后 就发现这个没那种事 没那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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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习近平脑袋里面 没那种事 至少 他的那个中国人 跟中国人的分类 是另外一种 我猜 相反的 当一般社会条件有助于标准化 同质化以及中央维持化的高级文化 就是高文 不是高级文化 让他穿透全体人口 而不仅限于少数精英时 就会出现一种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各类定义清楚完整 而且透过教育机制来赏罚统一的文化 几乎构成唯一的一种单元 人们会自愿 而且往往热烈的认同他 所以当各位从国中高中开始 就一直很爱考试 很爱读书考试 参加各式各样的升学竞争的话 不好意思 你就自动的认同他了 自动的 特别是在这一类的升学竞争里面 得到相对胜利的人更认同 我赢了的家庭更认同 所以硬要说的话 那一部分是高文化的那一边 先认同了 所以参与 所以投资 然后赢了之后很高兴 输了会不高兴 但只是跟少部分的人竞争而已 跟5% 10%的人竞争而已 有些人根本不参加的 要不 他赢了又高兴得要命 所以当然就会更认为 自己是在这一边 而文化支持 似乎成为政治正当性的天然宝库 唯有在这个时候 任何借由政治单元 违反文化疆界的作为 才会引起公愤 所以某个意义 大概我现在越来越理解 所谓的小粉红 有办法流言的是中国人 所以他才会愤怒 他也被再教育到了 另外一种再教育 另外一种再教育 懂我的意思吗 他也被教育到了 所以才会那么兴奋的 来骂陈永峰或留言 兴奋 懂不 至少他有输协能力好不好 至少他背了习近平 等支流共产党给他的某一些文件或教条 他是用那个来回你的 这是替共产党再回你的好不好 不管他有没有拿钱 不管是三毛还是五毛 或是根本就不是 志愿军好不好 那个叫志愿军 所以他已经被吸进去那些白痴 连三毛五毛都没拿到 但是志愿了 说不定志愿的那一边更强力吧 因为他真的有读书嘛 真的自我训练了 或被教育了吗 说不定啦 没有办法判断 因为不知道在哪里 也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一回事 所以当然是不回应 哪可以回应 不能回应 你理他干嘛 他是白痴你还理他 你是白痴的白痴好不好 被白痴你还去理会他 那不是就比白痴更白痴吗 你去理会白痴 这是你去理会中国的人 对我来说 那个就是中国的人 不是中国人 但是某些人会认为 这学有读书 他真的有读书 才有办法做事 没错啦 但是对陈永峰而言 那个不过就是中国的人而已 知道吧 当然不用理他们 连骂他们都不用 骂他们已经是太瞧得起他们 还回应你的话 最强力的回应就是 无视 当成没看见 当成没看见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还有人在一个一个 只抖内了十块钱 也在那边回他 不知道抖内多少钱 抖内然后你就要回他 那是哪里的哪里 要怎样怎样 还回答他问题 有病了 某些人在做的事 但是钱是真的 抖内的钱是真的 不是假的 拿得到了 这样一来 政体就必须将将界延伸到他们文化的界限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他们有意识的在 比如说王滬林等人 有意识在从事宰教育的过程的话 他是想要扩大 他的支配范围 扩大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 或中国人的范围扩大 所以说在这样条件底下 个人将会和 而且只和自己共享文化的人来形成政治上的连接 就这样 就越来越同温成化 越来越 互相越来越不听 特别是在现在的状况底下 这不是网络时代才如此的 各位千万不要误解 这必然 这是国主主义的一部分 以前比现在更激烈也说不定 行不行 例子不相举 以前比现在更激烈 说不定也一样 这样一来 政体就必须将将界延伸到他们文化的界限 被逼的 共产党真的很累 我不骗你 真的很累 除了要赚钱之外 还要把统治范围内的人都变成中国人 不能放置他们一直是中国的人 只是住在中国而已 但是不是中国人 你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 只是住在中国而已 但是他并没有进入中国 自己又认为自己进入了中国 完全歧视性发言 这是在国主主义里面 在nationalism里面 不通的 歧视了别人 说别人不是中国人那件事情 不通的 不通 所以中国不会变成中国 不行 硬生生都把维吾尔族 西藏香港人拉进来了 怎么可以把在里面的人说 你们不算 然后你又认为这些人又不会跑掉 所以你不想理他们 但是好像维吾尔族的人 你不理他他就会跑掉 他就会作乱 西藏人你不理他的话就会跑掉 要不要 勾结外国势力干嘛 国民党统治台湾的过程到底是怎样 如果这些招数有效的话 国民党大概不会结束 不会弱化 不会被淘汰 或者是共产党也意识到这件事吗 所以一定不可以让你选 一定不可以民主化 没有 有想到那一部分吗 不过只要民主化中央的控制力一定弱化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有一定的自主性 一定 一定 这时间一拉久 所以香港最大的失败就是太照进 假选举一直选就可以了 真的没学习能力 假选举一直选 乖乖的一直选 反对势力就一直在 结果现在连选举都没办法选 战术有问题 战略目标没有确认 不过当然因为香港又没有民进党 当然不是说民进党的存在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则是至少有一个组织性的力量 把所有要反对国民党的人吸进去 这个倒是真的 谁都可以变成民进党 结论是谁都可以变成民进党 但是不是谁都可以变成共产党 这个没有办法反对吧 因为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看不起别人 但是又不放别人走 对 共产党 所以这个到底是实政的中国的范围 变成中国很大的负担吗 说不定是这一件事 所以到底是 就是物理性的土地的疆界重要 还是人的疆界重要 这个是严格一直在说的 文化就是人的疆界 不是土地的疆界 这跟各位对国 国土 国的范围的认识 也提出了非常大的刺激 所以我才会一直说 民的范围就是国的范围 不过这个有点是替台湾的世界史的立场在说明 管你是什么人 有点在做那件事 不过这个当然是陈永峰理论 民的范围就是国的范围 而不是国的范围是民的范围 但是nationalism是民要跟国重合 数学上 民跟国非得重合 但是Yana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不会有重合那件事 所以永远都重合不了 所以那个就是一种动能 想要重合这件事就是一种动能 这种动能 因为当然有正的也有负的作用 只能一起吸收 所以你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话 你也必须要知道 就是这种动能让他正跟负同时存在 那你全部都看到他的负的部分 忘记他的正的部分不行 中国国内的中国人 我现在很会用 中国人只看到他正的部分 不论他负的部分 当然也是白痴 如此而已 今天的结论在这里 下课 然后我会把作业放在i-lane里面 自己去关注一下 这个礼拜有作业 然后下个礼拜要上课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 今天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来参加 下次见